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让你稍微平复一下下 今天在准备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就是看到在后台的时候 其实团队不管是氧气渠道 然后氧气的伙伴来 然后华联的伙伴一个一个到 就是长官们一个一个到 然后就是来跟我加油打气 来跟我就是拥抱 然后说恭喜的时候 其实就是内心在后台的时候 内心就有点激动这样子 然后就会想到说 这张专辑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然后其实连我自己都没有相信过 自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到现在他跟他见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内心很激动 然后我其实在后台已经把情绪放掉了 我觉得 然后在上台唱歌的时候 唱到最后面又 就是在听到那个尖奏的时候 我又又 又情绪又上台了 有一度要开始图中的概念吗? 因为你这么敢上 没有是因为原本真的很早就要出来了 但是因为疫情嘛 然后有些歌就是没有办法 顺顺 就是没有办法在时间上发行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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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收歌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首 我是觉得 就是 那不是我的歌 不太适合我 然后 其实跟公司 跟团队伙伴们 真的 真的 沟通了很久 然后甚至我们还有一些 就还是有争执 就是我说 我觉得可以了 然后他们觉得说 有些东西要再想 有些东西要再好一点 然后甚至我就 插了几首歌 我还就是 像刚刚说的 我自己写了几首歌 我说那OK啊 插三首 我写三首给你 我说OK啊 那 然后 他们就说 这些歌不行啦 对对对 所以这欧气还被打枪 被打枪就对了 对啊 你打枪有很伤心吗 是不是以后去哭哭这样子 没有我就是去找 之前的吉他老师啊什么 蜜他们 传给他们听说 你不觉得很不错吗 然后他们说 我觉得很不错 我说不对啊 我跟娃娃是从 柯寨的时候就认识 对 然后我们在柯寨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就说 他是我的偶像嘛 因为他以前 他的CD啊什么 我都有卖 对 然后他那时候去电台访问的时候 他还帮我把每一张CD都署名 然后签名这样子 但他是你的亲人吗 那不是 那不是我的亲人 我们只是朋友而已 那怎么会突然 坐計程车要载你回家啊 因为我喝醉了 然后我就是 我就是打给身边的几个朋友 然后跟 然后跟他们说 我真的就是 喝太快了 其实我联络了很多个人 群发 什么 群发 对就是联络了几个朋友啊 跟几个朋友说 有喝醉了 救我 他是第一个回的 第一个救你的女子 他是第一个回的 群发 就是他回我说 OKOK他搭车来帮我叫车这样子